終於在我手上第一隻被我親身把握的雕陀Pelago LHD 這隻左嘴紅字黃色舊化字體的深潛 近年一隻大家都覺得是佳作的 其實我是一般對這類粗獷的潛水錶 但我覺得這個雕陀噴沙面是真的做得不錯的 有一個他們自己研發的一個特別的鎖扣 這隻手錶三萬多元 很多人都會覺得會不會願意付出這個價錢 但事實上的效果真的很好 很多人排隊、炒價去入這隻手錶 作為一隻潛水錶 又沒有說是一隻很特別的手錶 我覺得不錯 做工挺好玩、挺特別 但我又不是覺得是一隻很漂亮的手錶 不過有一個謎終於解開了 大家都說它是三個數字 後面的標背號碼重複又重複 因為沒理由一千隻賣不完 那麼多人買全球的人都搶 終於出現了第四個數字了 究竟會不會去到五六七八九十個 到時叫一二三四五六七呢 看看這隻標好不好賣了 四個數字一萬隻 如果這隻是勞力士呢 當然很快賣光了 那麼丟陀呢 看看大家 拭目以待 會不會出到五個數字了 多謝大家